不放过朱婷 瓦基福经理自信满满 直接让各大豪门死心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目前中国女排头号核心朱婷已经回国 由于吐超联赛比较漫长 朱婷回国后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朱婷已经前往土耳其打了三年球 每年回国之后都会得到一段休息的时间 郎导也是希望自己的爱徒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迎接接下来国家队的比赛 下赛季朱婷已经确定回归排超联赛 只是目前还不知道加盟哪支俱乐部 由于中国排鞋高层考虑到明年就是东京奥运会 朱婷待在国内更有利于备战奥运会 所以吐超豪门瓦基福银行队只能忍痛割爱 夺得吐超联赛冠军之后就发文宣布朱婷下赛季离开瓦基福 同时引进瑞典天才接应哈克和巴西主力主攻加比 瓦基福经常在官方账号赞美朱婷的成就 国际排联也是经常专访朱婷 毫无疑问 就以朱婷现在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排坛历史第一人 何况朱婷今年才25岁 如果可以打到35岁 十年之间又会创造多少辉煌 这一切不言而喻 刘洋的三个赛季里 朱婷帮助瓦基福银行队拿到八个冠军 同时未免吐超联赛和试剧杯冠军 这样的成绩无人能比 虽然下赛季朱婷需要回国 但是奥运会之后瓦基福肯定要继续去约朱婷 早在宣布朱婷离开的发文中 瓦基福用词就是离开一年 瓦基福经理佩玲更是直接用女儿形容朱婷 奥运会之后不会放过朱婷 佩玲认为朱婷不会轻易为其他俱乐部效力 瓦基福目前给朱婷开出的薪酬是世界第一高薪 同时也是享受到许多专属待遇 朱婷已经在瓦基福打了三个赛季 无论是从个人情感上 还是队伍整体实力上 瓦基福银行队依然是奥运会之后朱婷的首选 瓦基福经理也是自信满满 同时直接让各大豪门死心 朱婷属于瓦基福 而从朱婷最近的采访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奥运会之后朱婷也期待回归瓦基福 朱婷认为瓦基福对自己职业生涯很重要 同时教练古德蒂也是一个伟大的教练 自己已经适应在土耳其打球的环境 只要瓦基福在奥运会之后开出合理价格 相信此次二者只是短暂分离 未来还会团聚 朱婷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 虽然世界女排联赛巴西战比赛将由参加瑞士赛的人员出征 但是剩下的分战比赛朱婷需要回归 中国女排作为东道主可以直接晋级总决赛 不过以朗导性格 我们更喜欢用实力晋总决赛